到7.1 香港这次7.1的政权移交25周年 张学友其实他是在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香港加油 然后希望中国用理性说服人 结果被小粉红整个出征 央视后来把这个影片紧急下架 张学友是这样说 大家好 我是张学友 他说在祝福香港回归央视专题访问讲到 香港25年经历很多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但是因为我是跟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 我从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 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 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网友就开始小粉红出征 香港加油 这不是2019年反送中时候喊的口号吗 他说张学友有呼应香港主张的嫌疑 而且这个访问中提及香港跟25周年 没有提到祖国 显然爱国心不足 所以张学友后来被逼的 我认为这个是被道歉 其实他也没有道歉 我觉得这个歌神还是蛮有尬词的 他说 本人张学友觉得我是一个爱国家 爱香港的中国人 作为艺人不设政治 是我的基本原则 我见证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 跟现在香港比较实在是 应该是差强人意 就写成强差人意 应该是差强人意 那我听过北京加油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 香港加油 却因为触犯一些人的 因为过去一些人用过 黑色黄色被一些有心人士 犯了罪的人穿过 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 成为了禁语禁色 我个人无法理解 本人更希望我们中国人 是理性的 是以理服人的 在世界人面前展现 中国人的风范 其实我觉得张学友这个声明 其实我觉得还算蛮有风骨 永宏你觉得呢 他这个其实还不到被道歉 我觉得他反而是利用这个机会 再一次讲了说 那香港确实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 因为他看过嘛 对啊 他经历过最后的时候 你看再看他原来的讲法 他说这25年经历了很多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啊 那25年是什么 是回归25年 现在这些小粉红初征 就是初征他就是在说 他没有去讲回归祖国 但问题讲回归祖国跟这 这25年就是因为回归祖国之后 香港才会经历了这么多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嘛 他的这个声明啊 其实更充分解释了什么 就是说你们不要来贴标签啊 他其实在讲不要贴标签 第二个要以礼服人啊 对 你们要更理性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演艺人员 然后是央视访问我 然后我讲出我心里的话 那这个心里的话 反而是要你们要解读说 为什么我没有讲到回归祖国 如果我们等一下谈到倪邦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段话 我可以先跟大家报告 因为刚好倪邦也过世 那我们今天大家也会讨论倪邦 倪邦在网路上有一个 现在所有香港人都在传的 他曾经有一篇文章里面有写过 让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他说一个城市的灭亡 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 甚至在表面上看来 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 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 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 那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是什么 他讲得好像现在的香港 没有错 他说你现在香港是不是一样 建物一样在那里 维多利亚港一样这么美丽 但是他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他的人晋升了 他讲说那是什么消灭了 消灭言论自由 你香港现在没有言论自由 你看连歌神张学友讲了句话 他也没有批评说 他也没有去指指说香港现在不好 他也没有去指指说 回归之后不一样 他讲得很隐晦 说这25年起起伏伏高高低低 光是这样他就必须要被出征 他就必须要再发一个声明 而他被出征之后 央视那段访问就下架了 然后张学友就必须要被迫讲一个声明 来再来讲一次说 我其实是爱港 我其实是爱国的中国人 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就是倪宽之前文章写到了 就香港 他没有讲香港 他说一个大城市要灭亡 很简单 你也不用杀光他所有居民 看起来都一样 他有个核心不见了 就是言论自由不见了 张学友这件事情就再度证明说 就是言论自由就不见了 他只要讲了一个 而且他没有批评 坦白讲他既没有批评中国 没有批评中共 没有批评回归之后的 种种言论自由的限制 也没有批评反共通通都没有 这样子他就要被消音了 这样子他就必须要出来发一个声明了 这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我觉得张学友 他讲他是中国人 其实也没错 因为香港现在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张学友有没有外国籍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其实还有我补充一个 讲中国人这件事情 在过去到现在 中国人是一个文化概念 没有中国出现以前 清朝他也是中国 唐山 华人街 中华街这么多 对全世界的华人说华文的人来说 他会习惯讲我是中国人 这不是国家认同的那种中国 所以我觉得张学友也没有再特别指涉这个 但是他因为是被小粉红出征了 他就只好去讲一段这个 我爱港 我爱国的中国人 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惜 我觉得现在充分反映香港目前的处境 所以宇潮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张学友这个显然就是 我在猜应该是经济公司 去跟他沟通的结果 我想说张学友视频巴稳 原则上他也没有特别想要表达 他对香港政治的一些 想法投射变反动派 没有 经济公司虽然也希望说他能够在商业力上 因为毕竟人民币很香 我是从香港角度 我最讨厌这两个字 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内地的市场 内地的市场 对不对 我学生如果跟我讲内地的话 这一题我跟你讲我已经扣分了 台湾的内地在南投 所以说张学友的想法是 他只是表示对 做一个香港市民 对于香港现在的生活跟未来 一点关心跟想法 有没有政治意涵 没有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线上朋友 都已经看到金曲奖 我其实今年的金曲奖最大的遗珠 我觉得就玻璃心这首歌 对 就是陈芳雨 我觉得这首歌充分道出来 小粉红已经变海巡王 已经变成玻璃心 变成是巨鹰 只要愤合风吹草动 总觉得你是在针对我 各位一点同理心好不好 人家有没有言论自由 人家也没有黑你们到什么地步好不好 虽然姓张的是一定要挺姓张的啦 刚才有朋友说 刘德华比较好 还是张学友比较好 我跟他只有两个原因 但张学友比较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人之都说 他是新北刘德华 所以说呢 光猜点我就不能接受 他呢 他有说他是歌声张学友啦 这个大家可以自作公平 但我觉得张学友在处于这事情 不论是呢 事情的态度 跟事后的危机呢 我觉得他的智商真的很高 对的确 而且其实我觉得 张学友我们讲的世俗一点 以他现在的康传 他根本不用在乎人民币了 他这辈子已经赚了多少钱了 可是成龙的康传比他更高 还是很在乎 有人就很爱钱了